当地时间11月22号 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队的比赛 在卢塞尔体育场上演 这个由中企成建的新地标 也迎来了自己的首秀 卢塞尔体育场的设计灵感 来自卡塔尔传统发廊登陆文式和椰枣碗 整体外观造型呈碗状 污面呈马鞍形 外幕墙为金色双曲面铝板幕墙 远远望去如同一个大金碗 回忆起这里原来的样子 中国铁剑国际集团卢塞尔体育场项目 现场工程师商中和充满感慨 站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你向四周环绕 你基本上见不到任何建筑物 都是一片沙漠 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唯一有的就是这条这个路 这个快速路是有 而且只是快速路有 好多路不通 这是经历了这五年 体育场我们干完了 你可以看周边这些附属的设施 也都基本上完成了吧算 卢塞尔体育场自建成之后就备受关注 比如它是全球最大跨度 双层交叉锁网屋面单体建筑 屋面锁网结构跨度达274米 比如它是全球规模最大世界杯主场馆 可容纳8万人同时观看 比如它是全球设计标准最高的世界杯主场馆 周长一公里的大金碗 仅靠24个支座支撑 这样的成就离不开中国企业的辛勤付出 商中和说 场馆刚开工的前两年 现场没有任何可以遮阳的地方 工人们都是顶着太阳出来工作 衣服湿了干干了湿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 就是没有考虑到 原来这个地方的气候是这样的 大家带了衣服 也并不太适合这个地方的气候 当年大家在当地买了一些就是苏干衣 但是苏干衣 它可能就是你运动完了 出个汗它一会干了 但是它不能长时间苏干 就是导致了后期大家 过了几个月以后 大家说 衣服还糟了 大家当笑话 听 但是的确 太不容易了 如今 卢塞尔体育场已经成为当地新地标 也登上卡塔尔本国纸币 纪念钞 商中和说 体育场带不走 现在终于有了可以自己保留的东西 当时真的是 听出这个消息以后 大家都很激动 很激动 然后大家就是通过朋友去找 看看什么时候能拿到这样一张钱币 当真正拿到的时候 看到这个建筑物的时候 大家感觉 哎呀 干了 干了五年 就是至少我们能留下 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没法拿走 我们至少拿到一个正式的东西 我们可以留下来 以后对我们的孩子们介绍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一个范本 根据国际足联的比赛安排 这里将举办包括世界杯决赛在内的 十场焦点比赛 商中和说 虽然自己不是足球迷 但还是买了一张比赛的球票 赛时作为进射者 自己也要坐在球馆 感受足球的魅力 我刚来不长时间以后 我一个外国的一个生经理 就是对我说 做项目 就是要办得像对待你的孩子一样 来照顾他 然后看着他成长 就是说 到现在等他见完以后 有一次我们聊天说 哎呀 这不是我们的孩子 咱们是我们爸爸 他像爸爸一样教育我们成长 我们又对待他们像孩子一样 和他们一起成长